把打火机扔进粉碎机当中会发生什么呢? 这类打火机看起来就好像是鞭炮一样 从里面噼里啪啦的都发生了爆炸 并且还产生了一些白色的烟雾 这个时候老外如果想抽支烟压压惊 那可就有意思了 总是会往里面扔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 这一次竟然往里面扔了一块劳力士 看一下手表会变成什么模样 原来老外有两块一模一样的 已经有些分不清楚了 于是就都扔进了粉碎机当中 当然最后老外也做出了区分 不过这已经有些来不及了 接下来老外又往里面放了一些纸 上面的数字都是纸的张数 一开始纸张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依旧是被粉碎机非常轻松的给吞了下去 哪怕数量增加到了100张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直接就放进去了200张白纸 这一次粉碎机就被卡住了 于是老外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把更厚的字典给扔进去会怎么样呢 结果却很是出人意料 没想到这本字典竟然很轻松的就被搅碎了 看起来还不如刚才的那200张白纸呢 就算是这样 老外还是把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往粉碎机里面扔 当然大家可不要模仿这种实验呀 避免发生危险